说到显卡,我们要看一下你的显卡是否支持4K H265的硬件 我在这找了一个网站 它这个贴子里面有很多图 第一张图是英特尔的集成显卡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H265,也就是HEVC 4K10比特,全是绿的是从这行开始的 是HD610开始的 4K的 8K的它也支持 然后右侧是VP9,是油管的视频 它也是支持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的集成显卡是英特尔的610起步 都是可以支持4K H265硬件的 最近这几年的英特尔显卡都是没问题的 下面再看一下A卡 从RX460开始支持 我的是560 其实这俩是很像 或者是同一个东西 它是支持的 但是它不支持8K 同时也是不支持VP9的 下面再看一下N卡 是GT1030支持4K10比特 GTX960支持 950支持 950M不支持 960M不支持 关键是970也不支持 还有TITAN X 还有TITAN X也不支持 但是1050 1050Ti 1060都是支持的 4K10比特 说完显卡 我们还得说说线材 这个线材一般电脑用的都是DP 或者是HDMI HDMI 2.0的线材和接口 才支持4K60 我用的是DP接口 它好像是1.3或者1.4的 是支持4K60的 DP1.2也是支持4K60的 DP1.2不支持HDR 这个我没确认过 另外它的线材也是有版本的 各位注意一下 一般的都是1.4 如果你的显卡不支持硬解 那怎么办呢 它也可以依靠CPU来软解 如果用CPU来软解4K HDR电影的话 你的CPU至少得在4核起步 我这是4核8线程的台式机 E3VR 目前来说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那么做的话 CPU风扇转速会比较高 我还是选择用显卡来硬解 会好一些 以上是关于显卡和CPU的硬件 其实还有一个 那就是显示器 你的显示器也要支持真正的HDR 至少是HDR10或者HDR400起步 我现在用的这台EW2880U 是支持HDR10的4K10比特 我还有一台是AOC的U27URD 它也是4K10比特 是HDR400 在显示界面 这个位置有一个使用HDR 在看电影之前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一会儿我们会试一下